第137集 李友荣好奇道 陛下,去经兆府干什么? 李太小脸认真地说道 唉,荒灾来临,长安城可是有不少流民 这是一个隐患 我身为皇帝要对百姓负责的 看到那些流民无家可归,我心痛啊 说着,他抖了一下袖子,一捧瓜子落入手中 然后开始刻起瓜子起来 你这样子可不像是心痛的样子 四个人无语地看着他 他们心痛还有心情刻瓜子 经兆府,府衙大堂中 堂检低头看着统计出的流民数量 不由头大如头 一脸无奈地对着坐在旁边的罗腾道 看看万安县,长安县两地 最新统计出来的流民之数 都有两千人了 再这样下去 恐怕长安城的流民会越来越多 脑市的也将不少啊 罗腾唏嘘道 这也是没办法之事啊 皇宅肆虐 各个周县百姓活不下去 只能往洪池而来 说不定这里还能有一线生计啊 这样一来 成礼之安就是一个问题啊 唐姐抿着眉头说道 文官在想 要不要将此事上报给陛下 对了 陛下在干什么 罗腾连忙道 今日有一个诗坛盛宴 陛下去参加了 唐姐眉头一条 一脸愤闷道 这都快火烧眉毛了 怎么陛下还有时间干这个 若是陛下在这经兆府 本官一定要冒天下之大不为 参陛下一本 你打算怎么参我 就在此时 一道充满好奇的智能嗓音 从府衙大堂外响起 自然是有什么说什么 唐姐随口说了一句 随即感觉不对劲 这怎么有小孩子的声音 而且这声音 怎么这么熟悉 偏头望去 唐姐神色大惊 只见府衙大堂外 正站着一个身穿白袍的孩童 刻着瓜子 一脸好奇地望着自己 赶忙走过去做一道 陈经兆府府衙唐姐 拜见陛下 罗腾也跟着道 陈经兆府少衙罗腾 拜见陛下 起来吧 李太歇笑了一声 大步走了进来 而在他身后 李建成李二李元吉 以及多了一位的李友荣 跟着走入府衙大堂 齐齐目光古怪地望着唐姐 看到他们的目光 唐姐心头一跳 小声道 三位殿下 下官刚才说的 都被陛下听见了 嗯 李建成李二李元吉 纷纷点了点头 那完了 唐姐脸色顿时苍白了许多 随即瞪了一眼 在旁边的罗腾 不是说陛下 去参加十谈圣宴了吗 怎么会突然跑到 金兆府来 罗腾无辜地摊开手掌 我他们哪也知道 按理来说 十谈圣宴要持续一整天的 谁能想到 这还不足万个时辰 陛下竟然就回来了 而此时李太坐在唐姐刚才坐的位置上 眨眼看着她道 唐姐 你刚才说要参我一本 你打算怎么参啊 唐姐心头一颤 果然逃不过 随即神色一肃 声音红料道 臣打算参陛下一本 想让陛下知晓治理天下不义 当劳逸结合 不能太过辛苦 陛下还年轻 不能累坏了身子 果然是老狐狸 众人目光悠悠地瞅着他 这是参人 听闹呢 李太哭笑不得道 你这是参我 还是在夸我 唐姐陪笑道 陛下乃是天子 臣哪里敢参呢 臣就是见陛下辛苦 所以想劝劫陛下 一定不要太过劳累 说得好 赏你瓜子吃 李太心笑了一声 探开小手将瓜子送了过去 看着瓜子 唐姐陷入沉思 这玩意儿好像不能接 可是不接 是不是就真死定了 臣 拜谢陛下 唐姐纠结地接了过来 李太一边刻着瓜子 一边低头看向 放在暗毒上的册子 好奇道 唐姐 这是成安城的流民册子 正是 一提到正是 唐姐神色疑速 说道 陛下 现在因为皇宅肆虐 各地灾民都往长安城涌来 现在长安城内 已经聚集两千流民了 两千流民 人数还不算太多 李太汉首 当然他也知道 若是不加以控制的话 流民的人数将会呈现几何数的增长 自己接的任务 好像就是保证长安城无流民 流民人数越少的话 任务奖励就越丰富 李太思索了一下 然后小脸认真道 唐姐 我打算让长安城内再无流民 听到这话 众人心头一震 让长安城内无流民 这是何等的慈悲之心呢 李建成李二李元吉 目光温和地看着他 陛下年纪轻轻 尽我这般心 看来是长大了 李友荣捂着嘴唇看着他 心中有些懊悔 难道这才是陛下的真面目 其实他是一个心地善良 宅心人厚的小皇帝 自己也真是的 以前竟把他想得那么坏 而此时 听到李太的话以后 唐姐正大眼睛 激动地看着李太 说道 陛下摘些人后啊 陛下是想给百姓们发钱发粮 安置宅院吗 两千流民 所需不少啊 李太一争 迟疑道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给流民发钱发粮 安置他们了 唐姐错愕道 陛下 若是不发钱发粮安置流民 就不可能让流民 从长安城消失啊 怎么就不可能 李太一本正经道 你把流民全都赶出长安 长安城不就没流民了吗 经照抚抚押大堂内 瞬间针落可闻 唐姐呆呆地看着李太 把流民赶出长安 你这不是昏君走派吗 李建成里二里元气温和的神色 僵硬在了脸上 李友荣神色也呆之住了 我真傻 真的 李友荣捂着心口 感觉那里有点痛 自己到底是得了什么实心疯啊 竟然相信小皇帝宅心人厚 明明父亲跟几位伯父 没少对自己说小皇帝有多厚黑 自己啊 怎么就记不住 竟念其他的好 良心好痛啊 李建成嘴角 抽出了几下 恨不得抬手啊 抽自己一巴掌 他们跟李太相处这么久 竟然忘了他是什么人 还以为他长大了 长大个屁啊 这不还是那个胡闹的性格吗 李元吉扶着额头 心中哀嚎 自己啊 是太傻太天真了 他们信了你的邪呀 而此时 李二脸都黑了 忍不住地怒声道 请去 那些都是大唐的百姓 怎么能驱出查案城 他们就是因为无家可归 生存不下去 才会背井离乡来到查案 若是你将他们驱赶出去 你知不知道 你将会失去迷信 民为水 君为州 水能载州 亦能复州 即日你驱赶流民出查案 按之来日 不是流民驱赶你出查案 东汉末年黄金起义 以及前朝那些 皆干而反者的例子 你都看书看忘了吗 你怎么能不懂这个道理啊 李太指了指唐姐 语气软蒙无害道 我知道啊 所以我打算让唐姐 把那些流民赶出去 唐姐难以置信地望着李太 那老夫 不得被流民恨死吗 以后走在长安房室内 岂不是要被拓吗 更还要小心 有人给老夫后面来一棍子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陛下 臣不敢呢 一想到后果 唐姐脸色发白道 自古以来 都是阵纪灾民 哪有朝廷把流民往城外赶的 臣愿意自掏腰包 阵纪灾民 不行 李太目光悠悠地看着他 哼 就算是出钱 那流民就不是流民了 不过是从快饿死的流民 变成饿不死的流民 他们还是会待在长安城内 那样老子的任务 怎么在规定的实现内完成 完不成任务 就没解厉了 李太沉吟半赏 望着唐姐道 那就退一步吧 你腾出来一个方式 专门安排流民 给他们留块地 一人 给他们这么大的地 说着 李太用小手 笔划出一个小盒来 这么个小盒能住人 你打算装骨灰啊 唐姐崩溃道 陛下 这怕是 只有人死了以后 被错骨扬灰了 才能住得进去啊 李太拧起眉头 说道 那 地方就大点 两米长 一米宽 一米高 他们这不就是棺材吗 不仅是唐姐崩溃 罗腾啊 都怪疯了 哭着脸庞道 陛下 可莫要开玩笑了 若是这话被百姓和三民听到了 不知会被传成什么样的风言风语 臣有一个办法 若是陛下不想流民入长安城的话 可以将城外五里地的一块山头收拾一下 让流民来住 这不行 不等李太开口 唐姐先语气斩钉截铁道 罗少爷 你难道忘了 吐蕃国的使臣又来了 若是现在将流民们安置在屋里外的山头上 吐蕃国的使臣看到这一幕 会作何感想 大唐 怕是要被低看一眼了 吐蕃国使臣 李太眨了眨眼睛 说道 还有这事 陛下不知道 唐姐惊吓了一声 随即拍了一下脑门 说道 哎呀 此事应该是由红炉寺那边安排 应该是早早将此事告知给吴上皇 后来吴上皇 善让皇位于陛下 陛下不知晓也正常 臣推算 应该就是这一两天 吐蕃国的使臣就该来了 唐姐肃然道 此次来的使臣中 听闻有一个是王子 一个是国师 吐蕃国国师 揪魔智 哎呸 自己穿来了 李太摇了摇头 这个吐蕃国国师 在现代的名切太大了 让自己情不自禁的便想歪到别处 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